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答案是有吸烟习惯 其实乙癌的成因在医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虽然武实证指出吸烟和乙癌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但由于烟草都包含了致癌的物质 吸烟的妇女是有较高风险患上乙癌 无论是不是乙癌 医学家已经证实了很多致命的疾病 其实都可以由吸烟引起 戒烟是预防癌症的最好方法 现在坊间还有一些危险的保障计划 除了涵盖严重疾病和非严重疾病 还会涵盖早期的风险状况 包括乙防的癌前病变 这就可以把握早期的黄金治疗机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